近期,湖北省宜昌市紫归县遭遇多轮强降雨侵袭 7月9日下午雨往下落实,紫归县沙镇西镇三星殿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张嘉宏抄起雨伞出发巡查 短短两个小时,暴雨预警信息由黄色到橙色再到红色,张嘉宏坚持一小时一次巡查 晚上7点天色一暗,张嘉宏就着手电的光,发现眼前的公路出现了一道约20公分的裂缝 灯光顺着裂缝的方向移动,照出已经裂开轻微变形的山体 张嘉宏立刻向镇里报告这一情况,镇防训办当机立断,立即组织附近群众转移 群众转移时,梅华在山上轻淤联系不上,张嘉宏冒着生命危险上山 将梅华从险境中拉出 全村74户206人,但在灾害到来前,全部安全撤离 事后,这次地灾被命名为张嘉宏乌厂滑坡 是因为它家正位于本次地灾核心区域 所有的老百姓在最困难时刻,也许齐心协力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心里也是比较激动 这次地灾被命名为张嘉宏乌厂滑坡 整成